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战队员根据现场环境对爆孔分子可能藏匿的独立房屋实施外围分控 侦察小组利用专业设备实施抵禁侦察 进一步掌握现场态势 突击组在烟雾弹的掩护下突入房屋 成功抓捕爆孔分子 这次极限训练主要突出高强度 超负荷 长距离 在体能达到极限的基础上进行连续作战 对爆孔分子窝点实施外围分控 采取火力打击 多路突击等战术手段 圆满完成补建任务 此次考核除了检验特战小队间的团队协作能力外 考核组还结合陌生地域 复杂地形和气候特点 设置多种射击课目 进一步检验特战队员应对复杂环境下不同任务目标的综合技战术能力 我们全程紧盯反恐作战任务的需要 从难从严聚焦打赢 全方位的检验特战队员的身体素质 专业技能和抑制品质 着力提升部队反恐作战能力 确保部队敢打必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